大概28題 他說如這個圖 這是M級 這是S級 所以磁場是這樣過去的 他說一舉行同迴線 自有牽直落下 穿過磁鐵的兩極間 若不計空氣主義 則A 當迴線下邊進入磁場中尺 此迴線加速度小於Z 這個對啦 為什麼呢 因為當它掉進去以後的話 會產生感應電能 那產生感應電能代表什麼呢 代表裡面的電能 至少是電子 電子讓動能增加 動能增加的話 掉下來的話損失 損失的是衛能 那本來的話 這個衛能的話 本來應該全部要變成它全部的動能 但是有一部分的動能 跑到裡面去了 所以它動能的話 就會減少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會遲疑了一下 你說稍微遲疑了一下 比如說它速度會變慢 那為什麼會變慢呢 因為有一個力量稍微給它退一下 所以它加速度會小Z 這是由能量爽的觀點來看 由嫩齒定力來看 你也可以由安倍跟法拉基來看 進去的時候 它持動量往這裡 它持動量往這邊增加 所以感應電動是這個樣子 那感應電動是這樣子的話 所以感應電流是這個樣子 那感應電流這個樣子的話 它進來磁場是這個 磁場在這邊 那感應電流進來 那V V 應該要用手才對 V的話 Close V V的話是往這裡 現在這裡是 這裡的話 電流是往這邊流 V 這是V 就是電流往這邊 這是I 那電流往這邊 那叫I Close V 所以磁力是往上 所以給它退一下 退一下的話 所以它加速度的話 稍微 比那個Z稍微小 所以A的話 比Z要小 所以A這個選項的話 也是對的 是讓你能詞定力 可以不用的話 只用安倍定力跟法拉基定力 來代替能詞定力 就可以 把它解出來 再看V 按論詞定力 它本質上升能量手 再看V 以線 再看V 同A 至N級向S級看去 回線內感應電流 的逆時針 這樣對 逆時針方向 這支V也是對的 再看C 當回線的下邊 離開磁場 下邊離開磁場 整個還沒有離開磁場 那磁通量沒有改變 那磁通量沒有改變的話 所以它是等速下降 就沒有那個 感應電流就沒了 感應電流沒了 它就以交入度下降 終於交入度下降 當回線的下邊離開磁場 而上邊未進入磁場時 此回線以Z做等加速度 這個對 因為它磁通量沒有變化 那磁通量沒有變化的話 就沒有感應電流式 所以當然就沒有電流 D是對的 這樣看 1 1 當回線上邊 上邊進入磁場 回線受到一個向上的磁力作用 這個也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上邊如果在這裡的話 在這裡的話 它現在磁通量是往這邊 那磁通量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什麼 這個那個 磁通量變到往這邊 所以感應電流就是這樣子 所以感應電流是這樣流出來 那流的方向跟剛剛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電流受到磁力就是什麼 磁力的話就是 V是往這邊 但是那個L 就是那個電流的方向 L close B I L B 所以往上 所以你要推了一下 所以它交入度的話 比計要小 所以 向上的重力 這個對 受到一個向上的磁力作用 所以這一體的話 全部對 ABCDE都對